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所有人的视野中飞过 速度还比较缓慢 似乎毫不担心被人类发现一样 据称阿根廷UFO研究小组已经向国际UFO研究中心报备 官方也准备着手进行研究分析 而此时短时间内已经引爆了国外网友的评论 阿根廷电视新闻正在直播期间 两位主持人在大屏幕前进行话题讨论 电视画面中是布伊诺斯·爱丽丝的高楼和天空 然而大屏幕中出现了明亮的发光体 两个主持人很快注意到了立方体系上的不明飞行物 女主持人非常激动 尖叫着用手指向屏幕中移动的光点 这条新闻广播迅速扩散 一位外星人发烧友观点鲜明地指出 这是证明外星人正在访问地球的强有力的证据 他看起来没有机翼或螺旋甲 这就排除了他是一般飞机或直升机的可能 同时他的移动速度看起来非常快 也不太可能是气球或者无人机 著名的外星人发烧友斯科特·斯伊瓦林 在他的网站UFO目击日报上写道 在一次新闻直播中 两名主持人惊讶地发现 盒子形状的UFO从大屏幕电视上飞过 这个盒子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常见 没有机翼 没有螺旋甲 外星人正以一种温和的存在方式 让民众所知道 这是百分之百的证据 阿根廷是UFO目击事件的热点地区 以至于有人在阿根廷的荒野中建造了一个UFO着陆点 这个奇怪的纪念碑是由一个叫威尔纳·贾斯里的瑞士人建造的 着陆区由一堆白色和棕色的岩石组成 名字叫国际港口 比较大的纪念碑建筑被许多碎石包围着 可以很容易地从天空中看到 这对于任何外星人的被地来说都是很醒目的目标 据他本人称2008年11月24日 他收到了外星人的心灵感应信息 外星人需要一个着陆的地方 他们指导他如何建筑一个UFO着陆区 而他对于当时的场景描述也是相当的离奇 当天午夜突然断电 两个发光体在卡尔查基河上空200米处 然后逐渐向他锁在位置移动 大约100米高处强大的光束向他投射 然后他的大脑中就接收到了外星人的信息 于是他在阿根廷塞尔塔省卡奇小镇外的沙漠中 修建了这座纪念碑 贾斯利在接收阿根廷报纸采访时表示 当时他与邻居路易斯在一起 他们发现高空中的两个东西呈圆形固态 而且特别明亮 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心里想希望他们能再近一点 事实上UFO果然向他们靠近了 而且还可以和他发生思想交流 这事情听起来很离奇 但是鉴于过去几十年 世界各地都曾报道过 唯一所思的外星人事件 还有大量的不明飞行物被人类目击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而最近一次新闻报道 11月9日 多名飞行员在阿尔兰上空发现UFO 具体是怎么回事 专家众说纷纭 而科学家更倾向于 用远石或者大气现象 来解释这些神秘事件 你相信有外星人和UFO吗 无独有偶 据英国每日优报报道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 关注北方节目 在实况播放时 从摄像机实施画面中 出现了神秘UFO 它从静止状态启动 以一道白光消失在天空中 至于意外拍摄 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8月6日 节目主持人 柯林·布瑞格斯 在播报早间新闻时 大屏幕上 纽凯斯尔市中心 泰恩河的实时摄像机 显示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迅速飞向天空 这个UFO飞行物 出现在屏幕的左下侧 启动飞行穿过 纽凯斯尔千禧年桥的 拱形结构 最后消失在屏幕的右上方 英国国防部 前UFO调查员 尼克波普说 起初我认为它是一只鸟 但随后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这段录像是令人感兴趣 具有真实的神秘感 据悉 这段摄像发生的时间 是8月6日早上9点05分 在英国东北地区 又有为数不多的观众 在该时间段观看该新闻节目 虽然主持人布瑞格斯就在屏幕旁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 屏幕中出现神秘的飞行物 在新闻播放过程中 他未通知节目编辑人员 仍继续播报新闻 目前英国广播公司官方网站 正在征集鉴别 这一神秘飞行物的方案 该网站上打出文字信息 这究竟是什么物体 我们并不知道 如果你能提供帮助 请让我们知道 这个UFO的真实情况 不仅在地球上面发现UFO 在地球的周围 更是时刻都有UFO出现 近日美国一家平台 在直播太空时 有人发现 太空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从屏幕上方穿过屏幕 直播瞬间就炸了很多人 对这个不明微型物 不断的猜想 后来官方直播平台 把这段直播录像保存 放慢视频速度 扩大视频的清晰度 通过这个不明飞行物 和月球的对比 发现它还是比较大的 像一个大型的卫星飞船之类的 瞬间就成了美国网上的热议 有的人说这是太空垃圾 有的人说这是飞碟 外星人在监视地球 更多人猜测 这就是传说中 美国命名的黑骑士卫星 在许多年之前 美国就发现了这颗卫星 后来就取名为黑骑士卫星 美国一直没有公布于世界 美国航天局认为 这颗卫星属于外星人 发射到地球 观察地球立颗卫星 据说已经存在1.3 美国还说 这有可能是一个航天垃圾 可能是卫星掉落的一片碎片 是太空垃圾 但是小编认为 美国一直也难不说 这很蹊跷 有可能就是美国观察 咱们中国的卫星 毕竟美国老 不出什么好事 美国每年花2200万美金 调查UFO 独立日 惊陷多个球形飞碟 近年来 几乎每年的美国独立日 都会有不明飞行物的报道 在2018年也不例外 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4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 发现了一些身份不明的飞行物 它们是球形的 发出红色和橙色光 根据生产莫尼卡观察 网站4日报道 莫接者在加利福尼亚州 圣莫尼卡地铁站 附近观看了独立日烟花表演 一英里外的天空 发现出现多个UFO 据报道 这些不明飞行物是球形的 并发出红橙色光 它们悬浮在空中 具有不寻常的图案 没有任何噪音 该报告指出 这不是UFO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独立日 之前2013年 在2014年和2015年的独立日 数千名目击者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直播成功拍到人形UFO 事实上 美国最近已经频繁报道UFO事件的新闻 根据每日优报7月2日报道的 美国男子索罗多洛拍摄的极端天气 在亚来巴马州拍摄了一段风暴视频 人形UFO在云层上行走 他在互联网上直播 在直播期间 索罗多洛突然发现一个人 在层叠的云层中缓缓行走 正在观看直播的网民甚至高喊 这是一个奇迹 UFO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后不久 引起了网民们的极大兴趣 有些人称之为不明飞行物 有些人则称之为奇迹 有些人则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寻找答案 但没有人回答 这可能是令人信服的 因为视频是清晰的 甚至人腿也是交替的 早些时候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和纽约时报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从2007年起 每年从6000亿美元的巨额军事预算 拨款2200万美元 用于先进的飞行威胁识别计划 调查不明飞行物 目击并于2012年结束 为何EUFO频繁出现在美国上空呢 因为人类的创造者 外星人耶洛因 通过使者 雷尔尼勒传达的来自外星人的讯息 已经有详细的说到了 今后我们会更频繁的在天空中出现 以使人类更加希望了解问题 并让他们更想学习你所传播的真相 这大概是我们对你的唯一协助 由于我们出现率的增加 大家对于问题便会更加敏感 你的露面也不再引起愚蠢崇拜 而是在人们心目中有一股生气的期望 要与我们接触 这次来自外星人的讯息 第一步 揭示真相之书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观点 和小编一起谈议讨论吧